锅炉内炽热的钢水不断翻腾 溅出火花 宛如翻滚的岩浆 而炼钢炉的温度直逼上千度 燃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全都进入大气中 钢铁是目前被广泛应用的金属材料 举凡建筑 汽车 机械甚至是武器 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但炼钢是个高碳排高耗能的产业 所使用的能源有75%都是来自煤炭 生产一顿钢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达1.8吨 位在瑞典的SSAB公司是北欧最大的钢铁制造商 其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 但在目前全球减碳的浪潮下 工厂也开始找寻炼铁的替代能源 在2016年由瑞典钢铁业 国有能源公司和矿业合资下 积极研发利用氢气来取代化石燃料 采用太阳能风电等再生能源发电设备 所产生之电力 电解水后产制的氢气就能成为滤氢 而使用氢气的好处是 经过反应之后只会产生水蒸气 不会产生二氧化碳 去年六月SSAB成功生产 第一批无化石燃料炼成的绿色钢铁 截至目前已经成功生产上百吨 预计在2026年能扩大规模供应商业贩售 而瑞典富豪汽车已宣布 旗下的产品将会使用氢气炼成的钢铁 来打造车身结构 成为全球首尖使用绿色钢铁的汽车制造商 若要赶在二零五零年前达到零碳排 使用氢气或其他颠覆性的技术革命 势在必行 未来练钢厂也不能说钙就钙 没有减碳技术就无法生产 这也会让钢铁成为稀缺的战略物资 全球也将迎来高钢价时代 恭喜新闻本编译